如何让夫妻恩爱更加的和谐呢? 不妨试试这四个技巧,对方会很感谢你哦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有可能在没有做主准备的情况下 导致了夫妻恩爱生活受到影响 这样夫妻生活的一个质量就会降低 反而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了 因此呢,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呢 想要更加的幸福一些 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就应该提前的去了解清楚 这样呢,才可以让夫妻生活的质量慢慢的去提高 那么呢,想要夫妻生活更加的幸福 有哪一些技巧需要掌握的呢? 第一点就是保持情绪的稳定 为了有效的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 应该做足准备 特别是在性生活之前做好情绪 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直接的进入夫妻相交的过程 有可能会让女性无法适应 为了让彼此更加的幸福 应该先做足前细 通过接吻或者是轻易的动作 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而且呢,通过这一些亲密的动作 就能够激发体内荷尔蒙的分泌了 荷尔蒙水平较高状态下呢 就是进行夫妻生活 幸福感也会提高很多 因此呢,应该注意到这一些前细 做到位,才能够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 第二点就是提前的去了解两性知识 为了有效的提高夫妻生活的一个质量 应该提前的了解两性常识 很多人夫妻生活的质量降低 主要是对这一些性的知识 没有提前的了解清楚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慌慌忙忙 有可能还会干扰正常的性生活 这样幸福指数就会降低了 因此,这一个技巧也是需要掌握的 提前了解相关的常识 特别是男女的生理结构 以及性交过程中掌握的一个技巧 都需要了解清楚 这样呢,夫妻生活的质量 才会有所提高 第三点就是合理的控制性生活的频率 如果想要让性生活更加幸福的话 最关键的就是合理的控制好性生活的频率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很容易的会忽略掉的 频率不正确的情况下 有可能就会导致性生活的质量降低 如果长期的没有性生活 有可能会出现性欲减退 性冷淡等等情况出现 突然进行了性生活 可能就会幸福指数呢 会比较低的 而太过频繁的进行性生活的话呢 男性除了容易劳累之外 女性的一个阴道 受到机械性的损伤的概率 也是会增加了 因此这个问题也是 只有保持规律良好的性生活 才能够有效的增加幸福感 第四点就是一个注意卫生 为了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 最关键的就是注意卫生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性生活的前后 没有注意洗澡 保持能生殖器的干净 卫生状态 为了能够让夫妻生活更加的和谐幸福 最关键的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刷牙漱口 保持口气的清新 在接吻或者是亲密的一个 动作进行的过程中 你就不会感觉到尴尬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